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求均爭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康文處搞故宮全接觸 是剛好還是遺消毒 我們給大家機會再拍一次 所以來一次 好 拉出來 好 準備 一 二 三 由康文處課金380萬 PVB製作的故宮全接觸支 作得到的故宮 星期六開播了 一連四集 每集半盒裝 價值九十五萬 星期二就搞出個簡報會 我們康文處是歡迎香港和故宮 透過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加強彼此合作 沒有自信 就要在西九起過故宮文化博物館 搞到滿城風雨 現在不是想消毒 康文處是歡迎香港和故宮 我們是歡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這個項目 一被問到康文處 何時知道整個故宮的話 就寫個波羅西九管理局 說只是向西九管理局 提供和故宮合作的經驗 五年前就已經和故宮那邊 簽有合作意向書 又搞過多個活檔 形容大家的合作是堅實而友好 說到這麼朋友 為何故宮博物館 不是由康文處見館的呢 至於整個計劃的籌備工作 我想在西九文化區 他們本身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他們有一個新聞稿 也有一個長時間交代 說了不及十分鐘 吃了幾句就急急的走了 除了和大台合作拍節目 他們還會搞展覽 工作坊同論壇和市民互動 不知道的 還會搞故宮交流團 故宮小學生教材 使人故宮文化洗腦大法 TVB那邊就說 節目是由政府救師 他們幾乎拍完 才知道香港會起故宮博物館 康文處晚上就澄清 說製作費是由馬會贊助 又會轉得這麼快 好 回來 今天是1月4日的啤梨晚報 新年就是2017年 或者我們八台 八台就是launch了出來之後的第二集 我相信有些朋友還未適應到 剛剛大嘴就說 季頭的改革 對上年期的網友 真的可以說他再爛 一些都不user-friendly 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user-friendly 但是可能現在大家未適應 還有我們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大家放心 剛才和岳月爹的兩句 他也說 我們會在我們主頁 即MIHK的主頁 會加一個直播的連結 或者甚至直播的畫面 即是在那個時間 假如有直播的話 基本上 大家會立刻 可能在另一個版面上 就有些icon 甚至乎有個直播給你看 只要你是合資格的 暫時來說 除了個別一兩個節目之外 即是一級賽馬方程式 推幅圖 我不知道是否 啤梨漫寶 也是現場 都是free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的在線人數 因為在線人數 不能夠反映真實 而且我看那些youtube 即我未有空看 今天應該在線人數就可以了 是嗎 我猜 你猜 不是 因為兩個分別 而且沒有理由只有200多 但無論如何 我未有空看youtube 昨天是多少 可能我們重溫多了 重溫多了 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我們的廣告收益 在youtube上會更多 當然大家要看 盡量去看廣告 至少看十多二秒 我們虧錢了 無論如何 我們能夠進入了top 10 現在不是top 3 變成top 10 如何是top 10 就是老蕭 用蕭先生 我最尊敬的 就拿了10個 現在最多人觀看的 時事平均事務 我想講講其他九個 就是黃毓民 小學員 鄭京翰 尤青元 李慧玲 等等 我都不記得了 黎則訓 梁志森 那些 都是那些 傳統的 應該怎麼說 我們叫做 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主流傳媒出身 是的 是獨讀在十大裡面 一個叫啤梨 OK 他沒有開名 他就說有些節目 他希望多些人 做節目可以公道一點 還是怎樣 不要只得情緒發洩 那 亨利 又加盟了我們節目 你們兩個都跟蕭先生做過節目 那我聽下去 現在情緒發洩 是你跟亨利比我 他可能會說夠你們 亨利跟別人 好像有仇 我剛剛昨晚 第一、二節 我還沒聽 我看 那個heading 你用我們寶貴的 日日去 屌刺這個 煉弱淪陷 屌刺吳志森 Q仔和歐加倫 是很 我懷疑 阿亨利的教學 究竟可以有多少時間 第一 他講的軍事 要去PPR很久 或者國際政治 他還可以有時間看 歐加倫的文章 徐家驊 他們的 徐少華 亨利 如果平時是我們之間 他不會這樣 亨利 如果我跟他之間 意見又不同 都會亨利 即是他有意見又不同 就算是跟網友 也好 他會馬上跟別人亨利 就亨利 但他跟老蕭做節目 就不會 那裡見 不重要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其實一天要做兩個小時節目 可以說是挺困難的 選材和分析 因為實在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選材都可能選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你去消化分析 其實我們自己聽到自己的節目 很多時候在後面 就會想到多些事情 當然精神狀態也很重要 那我就沒有什麼希望 我是希望可以儘快 不要理會你的兄弟 或者你抬著 可以令我能夠 是可以足夠支持我 我可以不再做任何其他工作 是 即是只能夠這樣 才能夠做好的節目 我覺得 多些時間去看書 看不同的梳醒 你好像我每一天 其實我想說一下 我每一天去準備節目 我可以開六七十個網頁 當然有些我 根本上是明知 我不會有時間看 六七十個網頁 什麼BBC 什麼大紀元 什麼都可以看 你也知道 什麼財經網 但是財新網 但是 你的心理上 是要有些安全感 你怕會看漏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所謂的政論 除了我們的個人觀點之外 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在現在的資訊 這麼多的時代 我們是很重要 在做一種消化 消化一些重要的新聞 和大家 起碼說了新聞的基本事實 然後再有沒有分析 評論 我們對錯 反而是後話 其實是很花時間 因為現在資訊 是很爆棚的 問心一句 很多 我有興趣的文章 其實我昨天想跟你說 但是我怕大家準備不及 有很多有興趣的題目 我知道 我不可以馬上說到 因為 你是會出事的 可能要兩三天去消化很多文章 以及很多不同的網站 或者疏醒 現在又多了眾新聞 那你一定是多看一些疏醒 你才能夠比較有一個客觀的 至少是貨幣三家 你知道現在的人 連報道事實也是很奇怪的 譬如說 我很想說 菲律賓現在 其實不是現在 是連續幾個月 現在殺了接近一萬人 六、七千、八千這樣殺 大又殺、小又殺 我看到 我們看的《蘋果》 是沒有說的 是完全不說的 它是殺人殺刀 甚至乎很明顯 都不是政敵 亂究這樣殺 是為了達標而殺 但是國際社會 或者我們看到有些左翼朋友 好像你都曾經診過的周程 他們都會說過一兩句 是 但是其實 我認為這些是很值得關注的 我不能夠相信 它不是一個戰亂之中狀態的國家 可以這樣來 不需要經過任何審訊 甚至乎沒有證據 現在初步都顯示 很多是 起碼有六、七成 根本都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每一個城市 類似殺人隊 就是這樣 總而知 基本上他們覺得 你覺得這樣不吸毒 或者要交交數 就像以前文革一樣 其實有很多時候 當一個國家剛換了政權 或者是有些人是有權爭 而雙方是有軍事力量 很多時候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連民國初期 都是這樣 阿慧浩說 《閉路Q》今早說 低俗不算時事節目 只可以叫吹水 那就不知道 我們都不緊 吹水 也有很多人聽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現在 他這一段時間 不斷在搞救我們 那些傳統媒體的事情 那你看人頭 人家看你頭 人家看你頭 人家可以吵人 這當然 OK 好 我們先講講這件事 TVB 又拿385萬 拍四集 政府TVB拍片 事後 剛才那段新聞 我們就不再重複 又說馬會捐錢 首先他們覺得 馬會捐錢 這件事 他就覺得 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很慘 其實這件事 林鄭這件事 在這個假期那裡出來 這件事 香港人當然知道 她是不對 當然知道她是欺騙 但是我看到 市面的反應 甚至乎 我看到報紙 她真的不夠厲害 我認為林鄭 因為昨天我們輕輕說一下 太多話說 剛剛放人家回來 是的 這件事是好想微譜 從這件事裡面 你是看到林鄭那種目中無人 那種自卑自大 那種慰登天子 真是不擇手段 你現在是完全 簡單來說 其實就完全是 將這個 我們辭之以行的制度 那些資訊制度 是完全漠視 或者根本林鄭這個人 為了效率 所有所謂的程序 或者以前香港人最珍惜 最想要的英字制度 她全部不理 OK 而她是一個英國政府訓練出來的政務官 OK 她有很多政務官的特質 就是讀書不錯 被政府立進去做官 一直試圖 都叫做安穩穩 雖然中間 都似乎不太得寵 就被人扔了過去 英國 自己申請 那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挫折 我有一時想想 林鄭人 你派到英國當然叫做挫折 這個世界 無論我們以前打工也好 當然在京城 在那個王朝之中 你才叫做勝利者 直至曾蔭權叫他回來的時候 又因緣際遇 現在做了政務司司長 他就將那種自卑 或者那種要報仇 以前是看不起他 其實你看到的 包括葉劉 甚至陳芳安身 都仍是用了一種小妹妹 當然人家不會說到出口 今時今日你貴為司長 但那種態度來對他 於是他見到現在有機可乘 我要擦鞋 昨天你覺得是有人選擇他 但有沒有人選擇他 我們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是不夠責任的 其他人不要說 是不是可以因為 不是政府出錢 有些人說西九翻版 包括我一會兒會說 羅馬州的港芯創科院 林鄭其實這件事是翻版的 其實只不過是翻版第三炮 上次第三炮還有眾籌 有發行股票等等 這個就是馬匯 馬匯給了那幾十億里之後 馬匯也是墮落的 一旦有了中國或香港人 就墮落的 那三十幾億很明顯 如果他不是丟到西九做故宮 也有其他用途 那些也不是重要 但是過去我們西九講過這麼多年 他也有很多諮詢 然後你說轉彈他就轉彈他 突然抽起一個表演場地 所謂的那一萬五人 就把這個故宮放進去 你是甚麼居心 別人以前做的事 是不是不是事 別人的諮詢 我都不知道諮詢 都說了多少年 就是你一個人的掌管旨意 好了 我都先不要說 起個故宮下來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看 是啊 只是說那個 一萬五人的表演場地 其實香港的表演場地 是不夠的 尤其是市中心 你又說要是國際社會 說真的 在某一程度 香港是很多很方便 我想很多巨星都會想過來 是啊 但是現在要是紅館 就訂到爆了 很貴 要是就要去到機場 那對市民又不方便 市民散出來 在機場那裡 那個博覽館散出來 也不是即時可以這麼容易 去到附近很多食肆 是啊 無天 那你本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規劃圖 大家 那個西九 那個表演場地那個位 其實就接近 就是接近佐敦道尖沙咀那邊 那些酒店群的 那裡於是乎 因為那裡是表演場地 可能我不知道 會有歌舞 會有一些張學有演唱會 那就不用萬二了 萬五人 多賣三千 那於是乎很五光十色 那些人一散出來 可以去酒店 可以去Cafray 佐敦道 就很黃 屌你老母 我們現在無端端端 做個故宮 在那裡 你只是那個美感 因為要擺這個東西 那個歸一 那個設計 可能你現在設計了 周邊的東西 又要去變離就去 是啊 你一個人的 我沒有說 這件事是好事壞事 就算是好事也變壞事 因為你沒有經歷過程序 在香港 我在茶餐廳 為甚麼我會說這件事出來說 我在茶餐廳的外面 那些桌上煲煙 屌你了 是一些醉了 我不應該聽到的東西 竟然在談論政治 當然就是我們大埔的叔叔 就在那裡說 那些人什麽都吵 有什麽好吵 有個博物館不好嗎 我不知道他聽到哪些 就是英武學舌 哪些博物人這樣說 正常都是 有個故宮 故宮啊 在北京 台北很多人去 整理有什麽問題 就是他完全是忽略了 為什麽突然間 這件事可以還空格勢出現 為什麽他漠視了很多程序 而之前 原來你取代了一個 可能在經濟上 有更大的效益表現的場地 而 其實這是有口同別爭 你都要去諮詢過 或者是給大家 很多專家 大家去評估才可以出現答案 他就完全沒有做 其實我先不要說你這個故宮 適不適合宣學 是 突然間我們有一個很新的概念 很新的設計 一個想法是很好的 大家七百萬人都覺得很贊成 喂 那你又拿著公權力 你可以加快做一些諮詢 即是補飛的所謂 為什麽一定要在那個位置做 不是你解釋得到 對 因為香港 我們的政府 尤其是從港英到現在 不是我們選出來的 你每一個政策 就是更加要解釋得清楚 令社會的震盪減少 而我們一向所謂持之有行的 諮詢架構那些 真是有效的 雖然都很難賓州 其實社會這件事 喂 你一個人說不喜歡就不道理 然後還要全部的其他局 那些康文署 那些和你圓幫 TVB現在要和你拍幾套 故宮的紀錄片來敏市 真是含架 而林健岳 林健岳是什麽身份呢 他就叫做持份者 他是理會局的主席 還說不要將輕建故宮博物館政治化 你說一下 林健岳接受對訪問 這個故宮博物館在樂宰西九 其實是跟這個M加藝術館 互相配合 都是他們文化博物和展覽群之一 其實這些東西反映了中央 他們的中央很支持很重視香港 希望大家將事件政治化好事變壞事 說真的 如果正常香港人對著故宮 即是來建了博物館 根本就不理你 最大問題是你程序上的問題 為何突然要打毛波 你們就秘而不談打毛波的事 或者是不去釐清公眾的疑慮 而就強行說你們太政治化好事變壞事 其實政治化的是林鄭月娥 是林健岳 你根據規矩就可以了 來吧 先播一段影片看看 謝謝 近年來深圳的創科事業發展一日千里 令人刮目相看 香港的創科界 以及外國的科研機構和創科投資者 也十分重視香港和深圳 在創科事業上的合作潛力 以及重大的協同效應 發分好香港和深圳的協同效應 雙方都可以提取新的 以及巨大的動力 促進兩地的社會 以及經濟發展 這個新的動力將不下於 三十多年來深圳改革開放的動力 深港兩地純此相依 輕如兄弟 深圳過去三十多年 創造了工業化 城市化 現代化發展的奇跡 主要得益於 比林香港的特殊的區位優勢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深圳要建設現代化 國際化 創新城市 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進一步密切和香港的合作 實現我們互利共益 共同發展 在說深圳 其實不是深圳 是羅馬洲河套 這裡已經說了十九幾十年了 已經很久了 本身有一點背景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不是年輕 20歲 這塊地本身就是深圳割比香港 可以這樣叫割比香港 一直說要做媽媽 就說了很久 由水貨成為物塵 水貨成為物塵 現在突然間搞定了 六八九仔在臨收工之前 搞這個什麼呢 又是這個創科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的創科 這麼厲害嗎 當然我們作為反對派 所以說監察政府 當然永遠會有很多質疑 我覺得他現在要做這個科技 在他的規劃之前 就是要做高等教育 那些我想也不重要 高等教育 其實兩樣東西 是落在什麼人手上 我真的覺得 這兩樣東西落在他們那些人手上 都是大禮物的 高等教育 大陸已經泛漫 香港也是 最主要就是吸引 國內 即是大陸的人 來做事 他就說吸引國內企業 和研發機構 OK 所有的建設費用 就是香港給 那就 就用香港法律 那模式就是 因為大陸的人要過來 就會在那邊 就會有個關卡 在香港這一邊 即是 這個創科員 這個河套區的另外一邊 即是接連香港這邊 我想 我猜 就應該會有些海關 就不讓那些 在深圳過來的人過來 因為那些 其實就說 是香港的屬地 香港法律 但是都是別區 但是如果 主要是吸引大陸的企業 那我們為什麼要出錢 去架慮 其實我一看這宗新聞 我就可以 即是我們吹水的節目 我吹一下水 用這個 整個中國大陸的境勢 你見中國對大陸 其實就是要補7 補8 這些都補不到 現在補6.5 對 經濟又很大問題 人民幣又貶值 得來呢 出口又搞不定 來需又托不起 結果它一定要是經濟退轉型 其實你是普通人 或者稍微有經濟常識都知道 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現在經濟死角 就是轉不了型 是 他們轉型的方向 其實就是 當年就改革開放 有些是想新轉的 是 你最近是看到 比如之前是深圳市委的書記 現在就去調去 江東省的省長 其實是看了 深圳這幾年 都開始經濟轉型 做過實驗 就開始搞一些創科 搞一些高端科技 就好像改革開放當年一樣 由深圳石口開始搞起工業 當年就搞工業 就開始帶領全國去搞 今天就由深圳開始帶領搞 這個科研 好像有一點點的成績 於是廣東又開始搞 這樣來套入全國 你要搞這個經濟轉型 你要錢的 那你深圳廣東省政府 在最近經濟這樣的情況 找不到多元錢來搞 但是你要負責整個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龍頭推發展 那麼好了 我們要領工 又不想出錢 那找誰出錢呢 找到隔壁的香港有錢人來出錢 就是這樣 這是你的看法 本身 其實要做一些特區 我個人來說 我不反對 因為本身 譬如我們香港 譬如我們香港很多科技公司 都請不到人 就是很難請人 於是我們進軍科技園裏面 我可以正間 因為香港沒有可能 正間好像人家那樣 直局那些 十幾二十萬人請 請三五萬個人 我看別人的公司是這樣的 香港沒有人一個都請不到 不要說三五萬個人 大陸有很多這些人 那我就找香港人去管理 於是我們香港終於 都可以在這個發展的勢頭裏面 都領多多少 那他們管理就不行 那用香港式的管理都不奇怪 就是想學習 但我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問題是香港 哪有這麼有魄力 這麼有視野的香港公司 香港的人都是賊 香港那些有錢人 都是 丟你去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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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過夜不可以蓋住宅的 OK 那我反而覺得 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 為什麼突然間 因為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們那些大陸公司 他說主要是吸引大陸公司 我們是抽取稅而已 暫時看下去 是啊 他在這裏 的而且確是有個優勢的 如果在這裏做事 起碼如果是做科技公司的話 他起碼這裏有Facebook有些 不會被人blank 還有如果你想得到國際的信任 當然香港很多港資去 在裏面投資除了錢 上面就出地和出人 因為你香港的品牌 都得到國際的信任 那些人 國際如果對大陸的國企 不是那麼信任的 咦 但不是的 用到香港制度管理 在香港那裏做的 是啊 那可能信心就大些 那變了令他 要經濟轉型的目標 都比較容易去達到 但是對香港自己的科技公司 就好像商會會長 香港的資訊科技商會 方寶羅說 你這麼偏遠 香港的企業專才 本身有這麼多 就是不夠 不是多 是這麼少 你對他們吸引很難 不大吸引 那其實那些人 我相信他主要是回大陸的那些人 不過是這麼說 你說如果87公頃 就有點小 就不夠 我自己心目中 我看過人家那些 真是很大的 Facebook那些大 是很大的 90萬人 你說得這麼有型 你覺得那些什麼 騰訊 那些什麼 微信 那些 什麼阿虎 不是阿虎 叫你爸爸 搬下來就很有型 是啊 糟糕你了 但不忍夠了 87公頃 問題就是為什麼 講了十幾十年 突然一聲就搞定 沒有人之底下 當然是 因為梁振英 比較容易說話 我相信深圳方面的官員 而且這個真是整個大陸 無論你集派也好 沒有法 沒有討論的 整個是他們的核心 不是 整個方向 其實我也不會覺得 有什麼大不了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問題 我們最害怕的是 他那些人馬不可以過夜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他有些詳細還未出來 臨時身分證是怎樣 否則 一救那幾萬人 可以進去 理論上 他應該在那裡工作 做完事就回到深圳 是 真的黏住 最害怕的是 甚至乎那裡可以不用出身分證 最害怕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又可以在這個臨時身分證 可以出到我們市區 或者在我們香港真正的屬地 最麻煩就是這樣 時間就足夠了 但是我多說一些 因為昨天 這件事是很嚴重 但是完全沒有人跟進 《眾新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我就不長話短說 因為本身也是有些複雜的 其實就說 當年長毛也側過689 去上任的時候 日本公司BVI怎麼說 他就說 我沒有 我已經是用什麼控股 什麼家族 什麼索得了 人家說 那你裡面是在長毛 大家都記得 他就說 他就死都不說 到現在還沒有說過 好了 《眾新聞》 就是剛剛成立的媒體 第一宗審判 就把這件事出來了 就是說他在2011年前 有這一間 我們不要說這麼複雜 的日本公司 DTEZ 就帶了良分行的 日本分公司的股份 在2015年 即是當日是長毛 那間公司 12月 即是大約一年前 就轉了給一間叫TPG 其他事情我不說了 你之前 你又說給了什麼信託 你沒有申報 被人踢出來 現在你無端端又轉了TPG 他又是沒有申報的 好 然後再刮 那間TPG 就除了有這間 日本大德良行的 日本分公司之外 也有另外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 就有70% 就是持有了 很難複雜 一間叫Europe Asia的公司 而那間Europe Asia 就是梁振英生報的公司 就是屬於他的公司 簡單來說 很有可能 梁振英將他那間 被人質疑的公司 就賣了給這間 賣了給這間 私募基金的公司 TPG TPG 除了這間公司之外 又被人發現 又有另外一間叫Europe Star 的公司 Europe Star Europe Asia 就是梁振英之前 也提及過自己有份的公司 就是很有可能 是梁振英左手就右手 那為什麼他要無端端端 就是之前這件事也過了 沒有人去跟 又要將這間公司 就是一年前 新育股 我覺得他是民間股股 新股股股股 真的沒有那麼多人留意 他正在說一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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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先轉向他 你倆 到現在 三天 跟特首辦 你究竟 你這間公司 究竟有份還是沒有份 只是問你 有份還是沒有份 你都沒有回應 其他年 迫 華爾 迫 欣欣墮胎 那件事 皮革蝦和素智 他先生 都還未敢回應 但沒有人問他 那件事 都沒有問 而最可悲的 就是那些良憤 還說 五千萬那些這麼高深 我不認識 這傢伙 這傢伙 這樣吐下去 明報 現在 不是明報 這是眾新聞 我不敢說他們有什麼政治背景 但是他們做了這麼多年的新聞 尤其是明報 柳俊濤做很多 是的 他們也敢做 很明顯 他們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也認知了一件事 就是跟他們 蝙蝦萬步不謀而合 就是六八九 這是死狗 下水狗 就是 我現在有預言 我認為六八九未必一定可以做到 未必一定可以做到 任期 未必一定會給他們面子 習近平為何要給他們面子 不過我猜就OK 就看你這段時間 這半年乖不乖 還在不斷搞事 你試試再找一些西環 找一些 珍惜群組 是 真是你未必能做得到 不過雖然我們這個節目 是 吹水 但不知為何 吹出脫歐 特朗普 那些 沒有所謂 和中東節目 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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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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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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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